好 網友說這也不像香港 我應該是香港來的 我隨便立的 因為我下面的粉絲都很講女樣 講什麼樣子 哪有一天不上來 原來 就30年了 網友也說30年了 1994年了 哇 我覺得這些已經是我 後期的新歌來的 新歌也30年了 你們是否能夠名字 是不是最貼的 一樣有網友喜歡他 一樣有網友不喜歡他 到現在都沒什麼所謂 前一陣子我們講過了 啟德開幕 有人動議 林文建議員一篇過 說找四大天王來 然後他被人笑 八十後的議員 這麼老啊 聽完這些東西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兒子00後都仍然在聽這些東西 四大天王 還有很多魅力和粉絲 但是我看到 那天我真的講完了 其實我那天已經立即反映了 喂 真的是悲哀 你想一下 你不找四大天王來找誰呢 所以我們後來都覺得 其實真的 你說不定要搞正事 是不是 真是整個馬拉松 幾天 大會演 我都期待每天的演唱會 在四大天王 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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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一起輪流搶 你要準備四個一起搶 當然啦 你說什麼MIRROR 那些全部都可以來的 什麼林子牆 沒所謂的 因為你講到這樣 搞一些大盛事 看看我們香港還有沒有區分力 我覺得是有的 不要妄自匪博 我們住在這裏 有時候會很悲哀 任何都看不到希望 但是你也要做雲海 就繼續向前走 所以 比如說 電影博物館 我覺得 真的可以做 當然不是說 做過主題公園的人就糟了 除了做SES的主題公園之外 全世界主題公園 你去不去 我都不去 我最喜歡 主題公園的人都不去 又有排隊又有成 但是 你說 三幾千呎 用來做一些 展館 我覺得也是有吸引力的 當然啦 你當然要有國際 什麼的 比如你說 如果做過張國榮的展覽 例如展覽那些霸王別姬 宣傳要做得很好 政府能不能做到 我不知道 其實世界各地也有 一些迷惑來看的 好了 今天看見 有報導 九龍城寨之圍城 截至昨天 5月27日 8251萬 打破了明日戰記的8182萬 其實開始出來這套戲 首先人們就已經說了 終於有一套不用含淚 去撐了 哪一套含淚去撐呢 其實就是明日戰記 大家真是給面子股先生啦 這樣啦 好了 這一套就不用的 現在正式 進佔華語片票房 第二位 距離獨摺大狀 1億1506萬 還有3000多萬距離 有沒有機會打破呢 要計算了 要計算了 OK 但是我首先要這樣說 這是華語片的紀錄 其實 也是香港紀錄 香港紀錄 終於過億了 就是獨摺大狀 在其他西片有很多部都過了億 大家有沒有發覺 Avenger推到最高峰之後 近兩三年 包括那些水行俠那些大片 真的是越來越瘋 除了一年幾套那麼多 除了一年幾套 其實不是香港 原來全世界都在跌 我覺得是活該死的 太濫了 太濫了 很簡單 你不要看 簡單來說 前百年那個芝芝夫人 我也沒有空去看 你不要看 就不看 第一是這些題材 就算是這些題材 超倫氣是我所謂的 其他荷來活動真的不好看 你想想我現在 還在回眉 我不要說那些什麼 夢亂城西 什麼太耐了 什麼亂世界人那些 不要說那些 我經常說來說去 還是什麼舒特拉德名單 金正傳 雷霆救兵 是不是 都在說幾十年了 三幾十年了 你再不聰明 就只能搞 你只是看看 現在我不知道這個世界的風格是不是那麼容易轉 為什麼呢 現在你騙著那些 媒體 宣傳 大學的 都是那些阻撃人士 但是你看特朗普那天 我看那些人的 他出來演講 幾萬人 黑鬼 黑人 拉丁 年輕人 也有 其實 如果 你仍然是 這樣漠視民眾的要求 我覺得 真的很擔心美國真的會大亂 為什麼會從這些軌道扯到這裡 荷里活也是 你明知道別人 你不是不知道 你拍攝了很多 城邦 左翼的思維 正是 現在英國的舞台劇 你真是笑人死人 羅麥歐 羅麥歐與 他外星人 你找個外星人 可不可以找個美麗的外星人 羅麥歐與 要大三個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有沒有改編會怎樣 喂 你真是你要這樣說我沒辦法 你問我 我是羅麥歐與 我會不會為生為死 還不會 跑不下 反正就去打了 你先去打 我怕什麼 還不是 我倆是我的 我了那什麼仇人家族的女兒 我話你老媽 他太噓了 紅歌腸 朱利軒 結他吉他的吉他 他在那裡 不停幫助 炫勾 你就算在找個妹妹 找個好多美麗 你是上次小如仙的日子 銳女睿的眼睛 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左膠死灑的星星 我們眼中的眼睛是不錯的 怎麼搞的 左膠 老實說 最有種族歧視的就是左膠 你不要說過這麼多 其實是有一個爭執 究竟哪套戲是史上最厲害的 韓國就算是入場人數 我覺得入場人數來判斷是最厲害的 當然 時代不同了 娛樂又不同了 譬如我們小時候講出街拍檔 你不看電影就看電影 不看電影就看電影 以前你想看電影就要入戲院 現在不用了 你隨著時代 後來慢慢說 你有錄影帶 我也不會說到現在 有錄影帶 我不看 等出碟也不行 那時候也有人說等出碟 今次是租碟 然後電視台 會買來播 以前 半金百兩 做完 沒有十年八年電視台也不會買來播 電視台有很多語言長片播 然後 慢慢發展到電腦 盜版 VCD 串流 都不同了 所以很難比較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 人口的數量都不同了 你問我 我會說十大 其實這些都是很誇張的 以當時的人口來說 但是 畢竟是有些不同了 而且 娛樂除了 看電影入不入場 也有很多其他娛樂 娛樂 我打遊戲 可以嗎 娛樂 其實 兩個節娛樂 這次就有很多飯碎爭 喂 我 去旅行也可以 以前的人說 哪有這麼厲害 乘飛機去旅行 我看歌劇也可以 很多事情做 所以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 要這樣說 你好像 就說這一套 我看到網友最容易 最廉價的 拍片 不妙 顯示他很高級 鄭寶瑞抵制 不妙 你又不明白 就算如果 現在這套 最後終於收一億 落袋的 三千零四千萬 製片 即是電影發行箱 你去拍嗎 我丟了幾億出來 你去拍嗎 就是這麼簡單 結果 於是麥拍也不是 有很多新導演 拍一些我們所說的 有病的片 什麼 什麼 逆流 大叔 綠水漂流 什麼 你們又說 一套一套都無病 生人 有病 有病 生人 警員 現在又拍到娛樂片 又說 喂 不了 那就很難搞 你說得到平衡 也是很難的 因為香港真的是很小 所以為什麽 香港以前說六七百萬人 竟然有一個 東方荷里活 真的是很艱難 現在 你連南韓 影視 我都不覺得 在影方面 能夠 可以變成一個 產業 反而都是波利活 印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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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看看 真是想不到 這是入場人數計 入場人數計 華語片 即是我們不要拉慢那些 Avenger 拉慢那些 什麼 諸羅紀 第十位 一百六十三萬人次 這樣也很厲害 香港只有四百萬人 猛龍過江 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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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 弟弟還不是小 知道李小龍很厲害 但是也沒有什麼印象 好了 第九位 一百六十七萬 下日复升 那個年代 其實他們的影片 譬如《紅金寶》 那些复升片套都收幾千萬 很難可以算到哪一套 但是有人在軟霜 作出統計 你才能夠相信 一百六十七萬 到了下日复升的時候 已經有五百多萬人 八十年代 摩登保鑣 應該是早一點 應該是八零八一年的 一百七十二萬 如果現在收到一百七十二萬 一百七十二萬人入場 就大了 蘋果一百元張票 一億七千多萬 但是現在也不是蘋果一百元張票 例如九郎城載車圍城 有老人票 有些戲院減價 現在戲院又覺得 減價沒有用 減價沒有用 那是不是加價又有用 我真的不知道 減價又有用 好了 一百七十七萬三千 即是比摩登保鑣多一點 英雄本色 當年英雄本色也是破了紀錄 但是那時候 1986年的票價又不一樣 那就是入場人數 177萬3千 第六位 半金白兩 177萬6千 半金白兩 那時候也是破紀錄 但是那時候是800多萬票房 我記得 但是70年代尾 可能真的十元百元張票 177萬8千有兩套 那麼 就計算一個平均票價來排位 第五位的龍兄虎弟 終於看到成龍了 計算人數 如果 張三水晶的網友踢爆了 現在本地華語片十大裡面 是沒有成龍粉的 因為 被人踢過十一 但是入場人數也有一套 龍兄虎弟 他和譚詠麟 譚白那套 但其實龍兄虎弟 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現在都不好看 因為其實成龍的戲 有幾套是OK的 但有些其實是不太行的 比如紅燈區 中後期的 好看 警察故事好看 A計劃 A計劃 A計劃好看 但是他中間 那些都不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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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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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位 就是 剛剛升級了 因為平均票價低 177萬人入場 復星高照 那些是復星系列 其實那時候 他們有個 周邊的系列 就是紅金寶 我好喜歡看 就是陳建勳和吳遙漢 那個 孖寶 就是 他們兩個 不是紅金寶 那些 雙不淑淑海 好看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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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188萬人 最佳拍檔 大顯神通 第二位 195萬人 你看到 其實最佳拍檔 大顯神通 188萬人 都是比復星高照 零多 十幾萬人 刺出來的 而最佳拍檔 大顯神通 應該是834年左右 都是比他們早 你可以顯而易見 其實越發展到80年代的後期 入場人數 人口多了 但是 入場人數 反而 不及的 可能真的有其他娛樂取代 又或者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那時候最佳拍檔 真的太厲害了 過年 最佳拍檔 女王物令 195萬人 第二位 兩位都是最佳拍檔 第一位就是最佳拍檔 政壯物 第一集 211萬人 如果現在 就要收兩億多 沒有那麼直計 剛才我都說了 現在是便宜 貴妃的 拉扯 但是最佳拍檔 都是四百零五百萬人 80年代頭 差不多 接近四成多 的人入場 如果現在香港人口 要四成多人入場 就兩百多萬人入場 那就一定要收兩億多 是吧 就是要兩億 那麼現在呢 就收一億多些 其實入場人刺激 我想都是一百萬人鬆 但是也是那句 很難這樣比較 這麼多娛樂 現在 就算不入場看 觀眾的心態 也會這麼期待 他們入場園賣飯 有買鞋 有穿鞋 不是買鞋 有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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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 吃東西 看一場戲 怎麼會用一家三口 怎麼會用一家三口 以前我們真的很簡單 看一場戲幾元 吃碗麵幾元 兩三元 那時候真的穿拖鞋 吃完飯在家裡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突然說 看九點半 走到樓下附近又多戲院 那時候 譬如金門 明月 珠江 那些土瓜人的戲院 我聽到拖鞋 就去了 咬謝黨 咬你咬 但是 我們不得都知道 最佳拍檔 這個紀錄都難破了 當年最佳拍檔 你知道導演是誰嗎 曾志偉 是五三 是的 是五三 真的很心穎 還有剛剛香港很有朝氣 八一年 可能是八二 很有朝氣 八一年 八一年最佳拍檔第一集 剛剛那時候第一集 我們開始看到 Sam King Kong 尖東 那時候很厲害 有機械人 有飛車 真是好 你現在看得淡少 但是回憶那時候 真的是臨狼滿目 最佳拍檔 那時候是剛剛建的尖東 哇 食材八萬 不知道為什麼尖東 真的被遇過了 那個年代 不要說中國城 我們香港人都會去聊天 談心 看燈飾 吃東西 那時候我記得同學 去尖東那家Pizza Hut 然後 到現在好像還有 那些沙律 就是一盆沙律 一方面怕死吃虧 第二方面 他們很威風 都這麼高 你有沒有經歷過 那些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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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8200多萬 今個星期三天 昨天也這樣 昨天也這樣 昨天的2、3、4、5、3天 我當是每天收150萬 應該收到600萬 週五天 應該可以收到300萬 剛剛是800萬 加上 這個星期 是9000萬 只要拍一個星期 如果不倒閉 但讀書大作是一億一千五百零六萬 都是難的 還有第二第三集呢 有時候希望放得好 我猜放得好 有時候很難說 如果他跟回小說和漫畫 第二第三集更好看 應該是的 好了 起碼有個Series 大陸都收到七八億了 這個衛城很厲害 五一冠軍 好 我們買個廣告 好了 海膽這個星期 很久沒買過 四百九十九元 這個星期的海膽四百九十九元 其實這麼大版的赤版海膽 四百九十九元都是不貴的 上海膽的朋友 可以拿八四八一一一零七九 或者上來付費訂購 星期六到貨 八爪魚 現在他們長期的來貨價便宜了 以前賣三百八十八元 這個石爪現在是二百五十八 有些朋友說我其他兩個人吃不多這麼大隻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你不是吃不完這麼多 其他那些呢 超過一星期放冰格 我很老實地說 放冰格之後你再拿出來好不好吃呢 就等於我們一般在街上吃的八爪魚 不會難吃的 但是質感當然有變化 當然不夠你 當然不夠你開頭的時候 開頭的時候 很爽脆的 它不是生的 它是熟的 258元 好了 總 在我每一天的加持下 記住 我們鹹種有果精種 178 鮑魚 瑤柱火腿 蒼柱火腿 蒼柱火腿 蒼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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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皮紅豆沙 還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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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 都是58元 我覺得大家 好 再去 好了 很久沒有賣過這些 我們除了濕疹鹼之外 我們一直都是沒有 我們一直都賣過 一直都賣過 不過我太多廣告 這就是我們其中的 元祖級產品 就叫做 滑滑鹼 滑滑鹼 為什麼叫滑滑呢 因為真的滑滑滑 它是100% pure 就是橄欖油組 沒有月桂油 所以它不是消毒殺菌的濕疹鹼 它是純粹滑滑的 它是滑滑的意思 你用的時候 很滑 全都是橄欖油 但是更加神奇的就是 你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皮膚真的會滑滑 我老婆本身也是很滑的 她用完之後 就更加滑 我摸的 晚上抱著老婆 就算不是搞事 你也要摸摸摸摸 這個很自然 對不對 這個滑滑鹼 其實有一段時間 甚至乎我們是要 訂貨 要排隊 除了鹼之外 亦都有滑滑鹼液 滑滑鹼液 我沒有記錯 我忘記了 100元還是100元 差不多 你不會太大塊 你可以切開它 慢慢用 其實一塊可以用成年 直接用來洗臉 洗身 落妝都可以 好 再去 好了 一條巾 一條巾 除了大瓶莊之外 我們也有小瓶莊 一條巾是為甚麼 其實是為你的筋骨損傷 腰痠 腰痠 骨痛 等等 就是用一條巾 這隻是68元的滾豬裝 小小 其實有些朋友 要用來喝的 就不要買這瓶 就買一瓶大的 便宜一點 298元那瓶 大巾 這隻是68元 這隻用來滾身體的痛處 然後你覺得適用好用 你可以買一瓶大的 倒下去 便宜適用 一條巾是68元 我們這隻 是全港這麼多一條巾產品 唯一一個是有台灣政府認證 而且是食用級的 大家可以安心 用善言放一條巾 好 好了 最後一張 其實是我們一向都有 也是很好買的 就是你們一般的人 外面叫小燙豆 韓國來的 我們不是非常有名 所以說是頸紋 頸紋 我們之前也有替網友 在現身分享 有沒有這麼神奇 有頸紋也用了帽子 就試試 兩口,就試試 有沒有那麼神奇 就是這麼神奇 除了頸紋 之外 其實有幾個兄弟 有一隻叫Lessary Grim 即是必須 沒可能說必須高 其實都可以配合一起用 到時你們上來選購的時候問同事 有幾文grim 你可以試一下 其實都出名的 外面我們這個品牌的份量 就應該賣 有些三百 有些便宜 買二百六十多 我們是行貨 我們是賣二百元 休息一會 我們最後一節回來 好美